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麦当劳一款汉堡包含有大肠杆菌导致10个州至少49人食物中毒一人死亡 教育局前局长孙明杨世世享年80岁 各位 廉政公署拘捕148人 涉嫌以虚假资历文件取得挖泥电力工程等证明 联署早前收到投诉 说有人涉嫌透过贪污及造假手段 以虚假工作证明文件骗取挖泥及电力工程两种资格认证 包括诈骗劳工处认可的训练课程营办机构发出相关专业证书 属方在本月初拘捕111人 年龄介乎22至69岁 包括身为挖泥机操作员的主脑 五间工程公司东主及职员 以及两间劳工处认可的训练课程营办机构的职员 联署说 主脑在申请经营非认可机械训练场提供一条龙速成般服务 为没有经验人士伪造证明文件 案件涉及300万元 最早可以追溯到2021年 招收了大批母挖泥机操作经验的人士 参加由他自己开设的非认可的所谓速成鸡征班 收费大约是22000元 为参加了速成鸡征班的学生 提供有三年操作挖泥机经验的虚假工作证明 令到他们可以走自经 而另一宗案件涉及电力工程 拘捕了37人 包括犯案主脑 以及四间工程公司东主等等 涉嫌向没有足够相关经验人士 发出电工经验的工作证明文件 以向机电署申请电工A牌 最早可以追溯到2018年 涉款60万元 联署批评 这种行为可能对工程安全造成影响 不单只会严重破坏了政府的发牌和证书制度 对其他工人构成不公平 也会影响到相关的工程 和维修项目的安全 二阶段的调查显示 两个执法行动里面 没有被捕的人士在过往的工作里面 曾经导致过工业意外 联署又说 会继续与劳工处及机电署 保持紧密沟通及跟进最新情况 包括检视相关程序以及提供房贪资讯等等 杜绝贪污行为 无线电视记者李慧宜报道 机电工程署回应指非常重视案件 一直全力配合联署调查工作 以取消相关店业工程人员的注册牌照 强调机电署一直严谨审批 每终注册申请 除了核实申请者的资历证书和工作经验证明文件 也会审查有关证明文件 德西案件后也已即时加强审批程序 包括派员到签发证明文件的机构办事处审核 以确认其工作经验 热带气旋谭媒已增为强烈热带风暴 天文台预测 随着谭媒靠近 最快明天稍后发出一号戒备信号 另一方面各区早上的气温都较昨天低 今天是24节气的双降 有没有觉得天气有何变化呢 凉了是凉了的 没那么挨局 今天去长秋行一下 戴完风生 我们这样的年纪是要戴定的 都挺舒服 不是太热 起码不会出了一身寒 天气就挺好 凉手 我对比起码你不会黏黏黏的 双降是秋天最后一个节气 因为冬天即将开始 传统有补冬不如补双降的说法 饮食和穿衣均要开始注意保暖 而全港各区早上气温也比昨日下降 截至上午11点半 分别降温1.4到4.5度 市区的深水部 黄大仙 新界的屯门 元朗都分别下降约3度 市民也要留意在菲律宾附近的热带气旋谈美 明日稍后至周五初时 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 届时天文台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 也会似乎台美动向及风力变化 会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 天文台预测明天天气仍然不错 天晴干燥 无线电视记者何一月报道 教育局前局长孙明杨逝世 享年80岁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哀悼 孙明杨是在星期二 在家中安享离世 据了解他生前患肾病 要长期洗肾 及多次进出医院深切治疗部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哀悼 指孙明杨加入政府数十年 在不同的政策范畴为特区出谋献策 多年来热心服务市民 深得政府同事和社会尊重 孙明杨1966年加入政府 由李明辅政务主任 逐步升至区域市政总署署长 1991年再获升为政务司 1997回归前 孙明杨借调到后任行政长官办公室 出任政策统筹局长 协助后任特首董建华 处理政府过度事宜 其后担任民政事务局局长 政治事务局局长 2002年改任房屋及规划地震局局长 任内曾推出孙九昭 包括暂停推售居屋 停止出售供屋 及取消拍卖土地 暂停勾地一年 不过刺激效用只维持了数月 加上2003年SARS疫情 令楼市再次受挫 2007年他调任教育局局长 曾处理教育语言政策微调 校园验读计划及小班教学等政策 任期尾断 外界不时关注他的健康 2011年承认肾功能衰退 需要在家中进行洗肚治疗 同年年底感染退伍军人症 一度入住深切的疑惯 2012年3月在家中跌倒 幼壁鼓裂 4月初进行小长期手术 月底切除甲状腺肿瘤 孙明杨离任后 2016年获公开大学 颁售荣誉博士 五线电视记者石鹿山报道 美国快餐连锁店集团麦当劳 一款汉堡包含有大肠杆菌 导致10个州至少49人食物中毒 一人死亡10人留院 验出有大肠杆菌的 是麦当劳的4盎司牛肉包 在香港称为足三两的汉堡包 麦当劳发声明 指初步调查显示 事件与单一供应商的洋葱有关 已停止使用洋葱做配料 多个州停售这款汉堡包 美国疾控中心表示 上月27号至本月11号 路德感染个案 分别涉及科罗拉多 爱奥瓦 堪萨斯 密苏里 蒙大麻 内布拉斯加 俄勒冈 犹他 威斯康辛及怀俄 名十个州 其中科罗拉多州个案最多有26宗 一名长者死亡 内布拉斯加有9宗个案 这些个案都验出O157H7型大肠杆菌 美国每年有约74000人感染 主要由禁食或饮用受污染的食物引起 病征包括腹痛和腹泻 也可能出现发烧和呕吐 严重病情较多在幼童和长者中出现 尤其是5岁以下的儿童 可能导致急性肾衰竭 受今次事件影响 麦当劳在周二美股延长交易时段 股价下跌9% 无线电视记者莫凡报道 香港麦当劳发言人回应指 有关受影响的产品及食物 只致用于美国当地部分地区的餐厅 完全不涉及香港麦当劳的产品及食材 因此本港顾客可继续安心食用 强调一项秉承严谨的食品安全标准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喀山分别与出席金砖国家峰会的领袖 举行双边会谈 他向印度总理莫迪表示 俄应是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 普京与新开发银行行行长罗塞夫会谈时 呼吁增加使用本币交易 增加金砖国家财务独立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二在喀山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期间 与印度总理莫迪会谈 普京表示俄应两国是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 并将继续积极发展 又欢迎印度在喀山开设总领事馆 指印度扩大在俄罗斯的外交事务 有助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莫迪提到乌克兰问题 认为问题应以和平方式解决 全面支持尽快建立和平及稳定 准备在未来提供任何可能的帮助 普京又与南非总统拉玛福萨会谈 普京指两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是建立在平等互相尊重的原则基础上 又指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 总体处于良好水平 今年首八个月增长约3% 并在能源、工业、农业、科学及创新等领域 加强合作 拉玛福萨表示 南非将继续视俄罗斯为重要的盟友 俄罗斯从反对种族隔离政策开始 便支持南非 普京又与埃及总统塞西开会 指俄罗斯特别重视扩大与埃及的友好关系 形容埃及是俄罗斯的长期可靠伙伴 塞西高度评价双边关系的蓬勃发展 特别是在核电厂的建设 普京也与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夫会谈 指增加本币交易 增强金庄国家的财务独立性 最大程度减少地缘政治风险 使经济发展尽可能摆脱政治影响 罗塞夫则表示 希望金庄国家能扩大至南半球其他国家 无线电视记者李派路报道 美国服装零售商ANF前行政总裁 杰弗里斯涉嫌性贩卖 遭到美国司法部起诉 起诉书指 他们在2008年至2015年间 以提供模特工作为名 用金钱在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家 诱骗几十名男子 在旅馆进行性派对合吸毒 所有人事前都要签保密协议 三人被控性贩卖和跨州嫖娼 若罪名成立 最高可判终身监禁 儒家思想2500多年来 深深影响中华文化 学派创始人孔子的家乡山东区富 近年耗资100亿元人民币 打造文化旅游园区 期望向世界推广 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思想 林婷婷去看广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孔子像 位于山东省区富市的泥山 也是孔子的出生地 高达72米 对应孔子弟子中的72位贤人智者 2018年开幕的泥山圣进景区 占地超过35平方公里 结合文化旅游和教育研学 期望推广中华传统思想和文化 大厅以儒家道德伦理中的五常命名 分别是人 义 理 智 性 设计布局也反映儒家思想意境 参观人士来到也可以体验一下 这个叫传他的记忆 他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原区也有文艺表演 以世界的孔子和孔子的世界 作为利益方向 柔和现代舞台技术 去表达诗 乐 舞的中华传统 礼乐意识文化 展现圣贤君子的人生九大阶段 并尤凡入圣的过程 无线电视记者林婷婷 在山东区副报道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 明早天气烧凉 最低气温约22度 日间非常干燥 最高气温约29度 吹和缓至清净北风 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 现在的温度是28度 相对湿度53%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 空气制宿健康风险 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 紫外线指数二 强度属于低 新闻报道完 感谢收看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ا 吹ogaional 之后 ib lands别闻